新冠肺炎爆发近一年 遇上最严峻的第四波疫情 现在已经发现多了很多 确诊个案是找不到源头 多栋大厦都陆续有集体感染 政府发出强制检测令 过了几天才说强制 有什么意思 就是个个都跑出去游了 打了几十个圈才发不来 上个星期通过被称为 禁足令的新防疫法例 不过到现在都没有用过 就算你给了一个命令 你没有人去执行 你就做不到防止一个大型爆发 疫情持续扩散 政府就呼吁大家居家抗疫 我居家抗疫的同事 别人都不居家抗疫 病毒又是这样散出来 那真是没意思的 欢迎收睇新闻透视 踏入冬季疫情反弹 11月开始第四波爆发 引发过去一年最大的群组感染 公务群组到现在 累计有700多宗的个案 占总确诊个案近十分一 同时有发至少三个 包括屋邨大厦的大型群组确诊 相计有大厦爆发疫情 政府两个星期以来 多次引用强制检测令 诚后是怎样 很害怕 不是不害怕 是很害怕 担心港多人有认日 初步都是觉得可能是一些 共用设施或者一些环境污染 为何无人去星吐填武群组 为何我们是逆下 我们都同意这个真是逆区 这道排队就入羽毛球场里面 做强制检测 现在排队其实直到7点钟 如果7点钟做不及我们 这个我未回答你 我都在问 九龙湾丽精花园到现在 有12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观塘区议员李泳山 同几个都住在丽精花园的区议员 一早已经说 政府应该关注区内疫情 12月1号 其实当区区员已经去信了 卫生署那边 就说希望他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件事 看看会否有任何其他因素影响 卫生署12月3号是有回复的 就说他们会做一些彻查 昨天四年半的记者会 其实都没有提及过黎精花园 黎精花园第六座 11月底出现第一宗个案 12月10号 大厦同座向 累计有四个单位合共7宗确诊 政府留夜发出隔离令 和强制检测令 但就被批评太重撤 比市民觉得观感很厚之厚角 其实这些是否应该有些 contingency plan 其实你本身已经准备 现在来到第四波 都已经整年了 为什么还是勇敢的 可能哪里有了 我们就去做了 哪里有了 真的没有传练性在 公布和检测最后的情况 也都出现在马安山 带在赶极兽丹与怡院 赶极园岸 我们都去了各个楼层 也都是有 门口很多记者 拉着带 封了那些游戏墙 有座廊 只有走廊进去 造成人也很如意大敌的 站着都在下一场 我害怕 大哥 罗生一家三口住在錦慧郭 住了二十多年的屋苑大廈 上个礼拜突然成为疫下之一 錦慧郭第一宗个案 在11月23日确诊 去到12月5日 累计去到5宗 接近4个单位 不过政府去到12月8日的疫情记者会 才公布錦慧郭有群组爆发 等到整栋大厦强制检疫 又要过多一天 觉得政府的事 如果有感染或扩散 之前应该早就预先实行 还过了几天才说强制 那有什么意思 就是每个人都出去游了 打了几十个圈才回来 需要强制检测的除了大厦的住户 还包括在指定时间里 在大厦逗留超过两个小时的人 那些人一流动这么活跃 你的资料又很模糊 别人都不会给你资料 如果两宗就立即走 对吧 就好像装修那种 天天不同人 你怎么捉它 翻查确诊大厦名单 在两个星期之内 全港有至少三十九栋大厦 累计有四宗或以上的确诊个案 加上早前有多宗个案的 錦卫国和龙山国 一共有八座大厦要接受强制检测 到底累计多少宗个案 才需要强制检测呢 不同官员有不同的说法 这个案内我都给不到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就是说我都是一个风险评估 就很难说有一个很单独的数字 或者一个单一的指标 说什么时候会发放那个检测令 如果是四个不相识的单位 在同一栋大厦里面 我们就有可能会给强制检测令 这个都不是一个硬标准 这儿就是我们在这里拿的 检测和液样本的瓶 任拿的 罗生住在需要强制检测的錦卫国 政府要求整栋大厦的居民 都要做检测 并且在大堂放了样本包 让居民自己拿 拿瓶的过程不需要登记 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屋邨旧了 很多是租了给人 那些是没有住客的资料 这个问题很难触摸 最后是不是 个个拿了瓶也有交回 一样难追查 罗生就批评 整个措施似自愿性强制检测 至于究竟检测的那个 有没有检测 又没有人知道 有些人真的放在那里不理 他觉得自己健康 他没有病征 他交瓶之后的第二天 还未收到检测结果 政府就呼吁居民 未有结果之前 不要到处走 因为政府未有禁足 我生活都需要吃 如果没有支持我 冒险都要买日常用品 是否需要将爆发疫情的 大厦居民禁足 社会的意见分歧 罗生就觉得 如果政府评估过要居民禁足 都会配合 我并免实要禁足 因为政府有配套 供应我们日常需要的东西 那你这些人不准出街 那些细菌散播 是没有现在这么厉害的 如果发生在一个组群 或者发生在一间大厦 或者发生在一个货币码头 到时我就传闻了 不过就是那个划定范围传闻 而且我是会禁足的 我们就会派了我们那些 采养队伍下去 然后封了它 面对多个群组 和厨所相计集体感染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三个几星前 已经透露有类似禁足灵的救思 但去到月初 葵姓西村第八座爆疫情 林郑月娥就说 因为没有法律基础 想封都封不了 我承认 如果我们早点可以有 这个法律基础 有个应变的计划 更加原备 那个个案是可以处理得更加好的 同一日 行政长官会和行政会议 通过新防疫法例 限制与检测宣告 在有重大感染风险的处所里面 可以要求 吓制检测者有结果之前 留在原有的处所 追偿去为期七日 抗疫的关键是速度 这个法律框架 由救思去到落实 就用了几个礼拜 按照我理解 就是特区政府 就会和他们的专家 和这个食卫局里面的同事 和这个律政司的同事 去商讨 在制造一条什么的法律 这个草案就会拿上来 行政长官会和行政会议 去審议的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意见 或者需要修改 或者不需要修改 就通过 整个过程 其实理论上 是否一天都可以完成 其实类似隔离 爆发着疫症的厨所 政府都做过 03年沙士肆虐期间 政府曾经引用141章 防止传染病蔓延规例 第24条 向陶大花园医座发隔离令 为期是10日 条例08年修改为599章 09年爆发人类株流感的时候 引用过第25条 向湾仔维景酒店发隔离令7日 防止疫情扩散 例如一个超大型的爆发 可能牵涉到 例如数月十季的单位 将那块地方隔离 防止影响到附近的地区 但那个情形 其实旧有的法例 是599A第25条 都授权卫生署处长 可以将那块地方隔离 我们现在定下这条规例 一条非常详细的规例 是处理着很不同的情况 有很清晰的规则 写明如何去运用 如何去处理这些事件 亦都有相应的罰值 近日多个屋苑爆发疫情之下 都没有引用新法例 专家认为政府欠配套落实 就算你给了一个命令 你没有人去执行 如果你没有一个整套系统 隔离的地方 你就做不到 就是防止一个大型爆发 向四周扩散的功用 他认为居民的检测意欲不低 只是检测的速度不够快 反而他要尽早派流动的采样车 去到现场 能够有个检测结果尽快 是知道可能还让大家少些困扰 疫情持续 政府强调要压制人流 又呼吁市民出街都要用安心出行 成效是怎样呢 我们下一次再看 政府说抗疫工作一直坚守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原则 但专家就说香港几波疫情 都是因为有检测漏洞 令到输入的个案 将病毒带入社区而引发 指定检测酒店的新措施 几日之后会正式实施 是否可以做到滴水不漏 仍然是有待观察 而下个星期冬至同圣诞节 大家又是否准备好 那个安静的假期呢 我叫Edmond 我是在包装墨楼公司做的 因为我回9点 可能未够8点已经出门了 Edmond平时上班 从家的港铁站到葵芳下车 正常车程不用一个小时 但他会尽量预多时间 都会尽量避免走真多人的地方 所以你看我都会去车头搭车 如果真的太逼 我如果时间松动 我都会选择等下一班车 疫情严峻 他不想跟其他乘客 站得太迷 平时来到九龙堂站转车会很逼 但他发觉最近两个星期都松动了 以前大围或九龙堂转车站 通常等两至三 甚至四班车才能上车 现在还是改善了 少人了 疫情来到第四波 政府呼吁雇主要让员工在家做事 不过这一年来 Edmond仍然一个星期 有六天都要回公司 我们公司暂时没有 因为我们的业务 都涉及一些仓务 包装的工序 所以很多次都需要上班去监督 或者将一些资讯给客人知道 所以都是要继续上班 Edmond的老板Patrick说 做仓务物流行业 一般都做不到在家工作 因为那些产品 包装物料 或者里面的产品 从不同地方来 所以我们就帮他们 是做一个组合包装的 我们大部份都是人手组的 所以我们就不能说 是一个在家工作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同事 都是回到公司 是要在现场那里做 除了做包装的同事 公司还有几个做行政 会计等等的文职员工 一样不能在家工作 Patrick说是因为小公司 很多员工都要伸兼多职 公司外判一些包装 例如节日性的包装 一些圣诞礼盒 或者一些游客的产品 其实我们相对往年 已经减少了很多 对于我们都有一个 营养上的压力 所以在健康措施 做足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的同事 都会回到公司工作 11月下旬 香港爆发第四波疫情 专家形容是来势洶洶 短短7日之内 有一宗本地个案 飙升到63宗 政府再次实施公务员 在家工作 又呼吁市民要居家抗疫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市面 仍然有不少人流 不少聚集 很多市民都继续上街 去餐厅 和购物中心 来到去行街 特首在记者会上 展示了四张照片 看到周末街头人头涌涌 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后的周末下午 再去这四个地方观察 人流似乎没有什么大分别 自从我们推出了严厉的社交距离措施 都是呈现了这个向下的现象 但是它的跌幅 就没有回到7月份 疫情高峰的时候那种的跌势 但是我居家抗疫的同事 人们都不居家抗疫 这些病毒又是这样散出来 那真是没意思的 是呀 不出家不行 快要精神病了 不行的 出家其实可以帮一个人放松 阿妍做市场推广 有时下班还会出去 上下兴趣班 逛逛逛逛 她觉得多了很多人 和自己一样有抗疫疲禄 不过她现在会避免出席大型聚会 逛街的时候也会注重卫生 没有疫症之前我会去选择 就是找手去选择摸摸摸公仔那些 现在就不会了 远观 那就算了 政府由12月2日开始收紧防疫措施 之后两个星期 整体的本地感染个案有轻微回落 不过源头不明的个案比率 持续上升 整体个案就开始 打横行 甚至乎有少少轻微下降的趋势 但由于这个不明源头个案 仍然是慢慢地上升 所以在现在来说 我想疫情 开始比较到一个拉锯的阶段 趋势反映我们大约一个星期之前 一些措施的初步 是将疫情的上升减慢了 但我们一天不能见到明确下降轨 都是未脱离危险的 全球多国政府都有利用科技 却助追踪病毒 上个月中 政府推出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用户去到某个场所 只要数下二维码 行踪就可以记录在手机里面 如果有其他用户申报确诊 系统就会向那个时段 同一地方掃过二维码的用户 发出感染风险通知 这个程式到现在 有超过38万次下载 阿妍上个月已下载了安心出行 但一直没用过 因为我的工作接触了很多人 其实我老板那些都很想知道 我究竟接触了什么人 去过什么地方 有多高危 所以在工作上需要下载这个程式 为什么会不用呢 因为刚才开始 我都没习惯去掃那些二维码的 他这天第一次试用 觉得操作简单 但他说身边没有朋友用 小人用真的没什么用的 譬如只有我一个用的 我根本不知道哪些地方高坏 哪些不高坏 也有些朋友是因为怕着 用了之后可能会被人追踪 那个私隐问题 所以就不去用 就算安装了程式 要数个二维码都不是那么容易 在旺角西营塞南街 以前行人专用区一段 走过一圈 只是找到八个安心出行二维码 负责研发安心出行的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回应我们的查询说 目前大概有六万四千个 公私营场地参加 当中私营场所有五万一千个 那到现在发出过 多少次感染风险通知呢 他们就说没有被传统计数字 周末 铜锣湾时代广场人来人往 扶手田梯口旁边贴了 港安心出行二维码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一个小时 但没有人掃过这个二维码 科技专家方保桥觉得 不方便用户会影响使用率 现在我们常形容 这个应用程式 有些半自动的功能 就是说很多东西都要用人手做 包括譬如说 现在要自己下载之后 要找很多处所去查询 就是要贴个QR Code 然后市民就要用手 就是要每次都要开着那个 App去查询个QR Code 或者拍摄的士的车牌 今年五月 苹果和谷歌 联合发布追踪病毒的暴露通知系统 凭手机的蓝牙感应 收集附近的蓝牙识别码 从而记录用户和其他人的接触 而蓝牙识别码是经过加密 令你不能追踪在哪个的装置 保障私隐 比如在巴士上 大家共处超过10分钟 于是乎我收集了这个蓝牙识别码 到时只要 假设我确诊 我去通知当地的卫生防护中心 我会将这个信息扩散 他经过那个系统 就去告诉我曾经在同一辆巴士 或者在同一个厨所里面 共处过超过10分钟 15分钟 或者30分钟的人 告诉你 你曾经在14天内 你曾经跟一个确诊者在一起过 请你麻烦你做检出 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或者地区 开发官方应用程式 用这个系统 协助追踪病毒传播 不过安心出行就没用 政府就说苹果和谷歌的系统 没办法自主控制用户的接触记录 卫生防护中心认为 对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作用有限 重要的都是 其实是整个城市 究竟抗疫的意识有多强 因为就算是Apple、Google的危例 在加州其实可能只有一成人用到 其实都远远离开 所以我们觉得有没有成效的距离 也有一段距离 抗疫或者追踪病患者 就不能完全只依靠科技 科技基本上只是支援这件事 但实际上要做抗疫 仍然在一些政策措施上 和一些医学上要做更多事 当然最好最终就是这个疫苗 可以令到大家都可以免疫 英国在月初 率先开始大规模为民众接种疫苗 而香港政府上个星期 公布已落实买三款疫苗 预计最快下个月 就会有第一批疫苗来到香港 漫长的抗疫战 是不是已经走到最后一里路了 大家仍然需要耐心等待 今集新闻透视说到这里 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